這是這個設計最初的模擬圖 然後本單元講的就是採光屋頂的設計 因為二樓潮濕漏水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做三樓的抓漏防水 然後家庭會議討論之後 覺得把屋簷延伸出去是最根本的方法 但是我們被三面包夾 前方有高壓墊施工非常困難一度要放棄 但是潮濕發霉實在讓姑姑奶奶住的都站的不舒服 所以越過高壓墊也要把材料運進來 而且採光照屋棚建好 我才能夠在雨季中做好防水抓漏的工作 所以這次設計模擬圖 我不斷的在家庭會議上推動 然後充滿陽光的曬藝場間 休閒後花園終於打動了大家的心 一路來我們每天都大包大包的垃圾往下搬 垃圾是看到我們都怕 終於跳高的採光照屋棚完成了 接著呢就是我油漆工人模式開啟囉 原丁加搬運工人模式又開啟囉 可以忽略我的碎庫 接下來的任務就是把這邊都清空 沒錯就是這邊 我原本預計防水是可以抓平整個地面的 但是盆栽實在太多了 我無法整筒潑防水自平漆 所以設計用棧板來佈置 很可惜此案不通過 於是我可以做的就是積蓄粉刷跟做防水 你看喔這些地面的斑駁都是我十多年前漆的一般的油漆 而現在我用的是會呼吸透氣的污面防水塗料 連舊的鐵皮生鏽也漆了防鏽塗料 我漆完了天花板 中暑假感冒了一周 但是我過完這年假還是要回內地工作 所以剩下的收尾還是要我來做 現在看到比對圖自己都覺得有點感動耶 真的不誇張 我們把樹移來移去根本是熊的爆發力 去加緊腳步的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還想要送奶奶一個禮物 就是不用彎腰或端著整理的可活動棧板花台 讓它可以舒適的坐在椅子上整理花草的高度 於是我按照我設計圖叫了料棧板跟五金 然後貨車來的時候我其實有點傻眼 雖然尺寸視線都知道也計算好了 就是樓梯可以腳角度扳上去 但是卡就是卡在樓梯轉角 沒有吊車只好退貨 所以這次的設計又停擺了 能做的就是繼續補強防水的部分 我原本打算屋頂弄好接著用牆面 然後最後才是地板 但叔叔其實有漆了幾遍防水在牆面了 時間也不夠 所以直接把地板的防水抓漏用好就好 而且原本是要再上一層讓色調統一的 但是沒有時間等乾了 必須在假期結束前把樹跟盆栽全部都歸位 不然沒有人搬 所以呢 就成了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樣 有一點巴洛克混工業風 這次是用金絲喉透明塗料 雖然是無法遮瑕 但是延展性很好防水性加 然後現在看到的水藍色部分是淘寶買的另外一個牌子 超好圖的 所以此次的改造就是雜物搬出來再搬回去 好沒有成就感喔 我可是丟了一半以上的雜物 但還是很亂 雖然我的設計相忙一堆 只完成了屋頂的部分 但是總算是終結了潮濕陰暗的日子 接下來就交給奶奶自由佈置囉 下一回奶奶的後花園